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師 條通是指哪裡 好 那條通呢 基本上我們有所謂的一條通到九條通 它的範圍就是從市民大道 現在的市民大道 然後到這個是北邊 一直到現在的南京公路 那這邊是東邊就是中山北路 那西側就是新生北路這樣子的一個範圍 所以人家說大概是從這個角落 開始一直往這邊 沒錯 妳說得很好 那實際上條通有從一條通到九條通 一條通就是前面的市民大道 那二條通就是接下來的那條馬路 巷子 那大家看到這邊寫個三有沒有 就是這條巷子就是三條通 然後四條通就是長安 現在的長安公路 然後以此類推一直到九條通這樣子 那條通呢是當時主要就是日本人一個生活的區域 一條通的話因為它是在鐵路沿線 所以沒有什麼生活居住的條件 那二條通主要是跟這個鐵路相關行業的發展 那三條通就不一樣囉 三條通跟四條通就是當時的正商民流居住的地方 對 所以這個這樣的一個正商民流的居住的空間呢 一直延續其實到了戰後 國民政府來台灣之後呢 就有了一些其他的人 等於是中國人啊 就是國民政府來台灣的這些人的居住等等的 那其實我們也要講一下 還有一個有趣 也不能說有趣 可能帶有一點悲傷的故事喔 因為日本人他們當時呢 在戰敗之後呢 是必須要回去日本的喔 他們叫做隱陽喔 就是日本人全部要回祖國 回他們的國家去 那當時規定只能帶一千日元 一千元 對 以及一個行李 那你想想看可能很多人 日本人他們居住在台灣已經二代 甚至三代了 那當他們要回去的時候呢 就要開始很多 當時就很多人會在這條路上 因為這邊居住了很多日本人啊 他們就要賤賣他們的財產家當等等的喔 或是把這些東西 請他們熟識的台灣人保管喔 所以這個在現在的照片 都還可以看得到 有這麼樣的一個 當時發生的狀況 所以他們不得不把很多東西都留下來這樣 對 不然就是要請台灣人把他們保管之類的 不然就是要賣掉了這樣子 對 所以老師跟我們分享這個有點哀傷的故事 就是其實雖然說那時候是 就是可能中日是敵對的關係 可是畢竟是真的都是在這塊土地上居住生活了那麼久的 是的 沒錯 然後不得不這樣子 對他們來說可能也是他們的故鄉 然後就必須就這樣還是要離開 對 這也是大時代下的小人物的 這是真的 沒錯 對 我還忘了講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現在我們對於條通文化 條通區的 並不是在這個故事部分 反而是指他的娛樂生活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要解說一下 那還有一個我剛剛也漏講的 其實我一直在講條通條通 這樣的說法其實可能會有一些人是反對的 為什麼 其實因為在日本人的概念裡面是只有通 所謂通就是道路那個調路的意思 並不是條通代表的道路 所以實際上應該是一條通 二條通這樣的概念才對的 只是我們台灣人老一輩的都 從以前就會跟條通條通 所以我們就會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那再回到說我們現在對這邊的概念是很多的 很多可能日式酒店居酒屋等等的 那這個部分就可能是比較屬於 也是國民政府之後的事情了 那在1950年的時候 我們知道因為韓戰的爆發 那當時就美軍來到台灣進駐台灣 那同時也越戰跟著爆發 所以當時台灣等於是對美國人來講的一個 渡假天堂 美軍應該說是美軍 那當然美軍他們的駐紮點是比較是在中山北路的北邊 也就是圓山那個區塊 所以在那時候那邊就有很多的美式的酒吧 等等的這些人興起 那也有一些延伸到了五條通那個範圍去 所以需求量很大就是了 對 沒錯 那可是後來1980年代 1980年代 美國因為也跟我們斷交了 那美軍也都要離開台灣了 所以對美軍的這個 原來的這個美金需求就沒了 不過也就在這個時間的時候 因為日本人他們經濟起飛了 那起飛之後呢 他們也重回台灣來投資 那很多日本人也就回到了台灣 那他們就回到了這個 等於是他們過去有一些熟悉的一些環境裡面的 那在這裡呢 就變成了又是美國人的離開了 換成日本人來了 那日本人的居酒屋啊 日式的餐飲業啊 就在這個區起來了這樣子 所以日本人會再來到這邊 也是因為說之前日據時代 他們還在這邊已經有一段 就是有做過一段時間的關係 然後就是可能有相關的建築啊 對 可能有關係 之後經濟繁榮呢 才會在這一區又重新 因為日本人 然後又繁榮起來這樣 是的 也有一點 當然就是還是有 因為這裡當時三條通四條通 就是高級駐裁區嘛 所以這裡一直保持著 有那樣子一個氛圍在 對 那所以五條通過去之後 那邊也就有 後來也真的更多的是屬於 娛樂層面的那個部分的起來 這樣子 是 了解 所以其實今天聽老師 分享這個條通的故事 其實真的就是 可以就是聽老師講這些故事 真的就是 日本人 美國人 這樣子來來去去 在這塊土地上 然後都有留下一些痕跡 是的 那我們現在今天就是透過老師的 老師這個專業的導覽解說 我們才知道就是說 原來是 真的是有各種不同的人 在這裡生活過 然後 沒錯 到我們今天還可以 追尋到一些蛛絲馬跡 然後留下這樣子的 條通文化 老師 這裡 你帶我來這裡 這裡是銀行耶 你看這裡都沒有什麼 看起來都沒有什麼歷史建築啊 對啊 這裡面感覺都很現代化 對不對 對啊 這條長安公路就是以前的四條通 那我剛剛有提到四條通以前 都是高官名人居住的地方 對不對 對啊 所以你看到這一棟呢 其實就是以前華南銀行 當然呢 這是以前是一個日式的 一個有花園的大建的建築 那以前是華南銀行董事長的官設 所以它是在四條通上面 而它的後面呢 三條通就是華南銀行的總經理的官設 然後在國民政府來台灣的時候呢 這裡就成為了蔣經國的官設了 所以廣經國大概是從1950年代 一直居住到1969年左右 都是住在這裡 跟著它的夫人 還有它的小孩 那是到後來 因為這個長安公路要拓寬了 所以它後來 我們現在比較熟知的 它是住在七海獄所大職那邊有沒有 這就是在還沒搬去大職之前 它就是住在這裡 所以老師你說 這裡以前有一大片花園 對 就是傳統的日式的那種 日式房子這樣子非常大一片 然後現在都已經整個砍掉重練了 沒錯沒錯 就蓋三越大樓了這樣 對 沒錯 那包含像對面也是啊 對面那邊呢 在1920年代呢 也是當時美國領事館的位置所在 那我們今天可能比較知道的是 在鳥山北路上有一間叫光點台北 對 那裡呢 是就是以前日本時代的美國領事館 但是那就是在差不多1926年 美國領事館才遷到那間去 在更早之前其實美國領事館 是在這個位置 就在對面 大概那個範圍的位置這樣子 那那個都是很大一片 不管是這個官社或是領事館 都是很大一片的土地這樣子的一個建築 對 但是老師你不講 我們就這樣子路過 都不覺得這裡有什麼特別的 是啊 我以前其實也在這附近上班 也都不知道 是因為現在去讀了一些歷史文件 才發現原來這邊是這麼有故事性的 對 真的 那其實就像真的要老師你知道的人 然後跟我們講 我們才知道說原來這裡以前也是有一些歷史建築 是的 那像現在這樣子商業大樓 真的是完全就是不留痕跡 都看不出來了 很可惜喔 對 是 好 謝謝老師 特地帶我來到這裡 我本來以為說這裡到底有什麼特別的 原來是還有最後還有這樣自己專領 對 不過也很可惜 就是我們現在只能平的自己去想像 那時候可能的樣貌 那只知道說它原來的位置是在哪裡而已 可是完全看不到原來的建築樣子 不過也正如老師你說的 以前這一代就是一些官商民流 就是重要人物住的地方 是的 沒錯 那現在 我現在這樣子的建築的狀態 也只能從歷史的書籍上面查得到資料了 對 沒錯 好 謝謝老師 不會不會 對 沒錯 好 謝謝